而台北地方法院从今天开始 针对扁家洗钱案连续开庭三天 那么今天上午传唤了包括被告蔡明哲还有蔡明吉 那么这个蔡明哲他们会不会当庭认罪呢 到底目前在法院间的详情如何 要联请记者刘士宜 好的主播各位观众 台北地方法院在今天上午九点半的时候 将要召开这个准备程序庭 也是扁案连续三天来开庭的情形 而刚刚稍早的时候呢 洗钱案的被告也就是蔡明哲 在律师的陪同之下是已经先抵达了台北地方法院 而事实上呢台北地方法院在今天是在 刑期法庭九点半就要召开准备程序庭 而且是传唤了两名兄弟 蔡家两名兄弟分别是蔡明哲以及蔡明哲 而刚刚弟弟蔡明哲是已经抵达了台北地方法院 记者问他相关的问题呢他都是没有回答 不过实际上呢今天主要的案情 当然还是要厘清有关于龙潭垢地弊案 以及洗钱案的部分 而审判长一样是由蔡守训来主导 而在这个检察官的部分则是由林泽慧 以及周世宇检察官会来当庭论告 而实际上呢在蔡明哲的案情的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这旁边的手版的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蔡明哲 他在这个龙潭案以及洗钱案的部分 其实呢他是经过估重量安排 才认识了这个孤成宇跟他见面 来洽谈有关于龙潭垢地的部分 并且呢在那个时候呢 蔡明哲就认为说这个龙潭的土地的部分 市价就超过了九十亿 因此呢以行情来算的话 他认为孤成宇至少要给佣金四亿元 因此之后孤成宇就给了四亿元 而这四亿元的流向呢 三亿元就是流向了别家 另外的一亿元呢 则是由这个蔡家来瓜分 其中三千万是交给了这个李建木 另外七千万 他们则是把它换成了两百三十八万美金 分别由蔡家的兄弟姐妹一起来分这笔钱 像蔡明哲今天他必须要倒停的 他就分到了八十九万美金 而他的姐姐蔡美丽则是上一次应该要出庭 没有出庭而他是得到了七十四点五万美金 而蔡明哲刚刚是已经来到了台北地方法院 他也是拿了七十四点五万美金 而实际上呢从今天开始呢 二月三号开始将会连续三天来开庭 而连续三天来开庭的部分呢 在今天的部分呢 洗钱案的部分就是由蔡明哲 还有蔡明哲两名兄弟要来到台北地方法院开庭 而在明天的部分则是要审理国务交费洗钱案的部分 将会找这个陈正会来到案说明 而在后天二月五号的时候 则会传唤洗钱案的陈俊英 也就是吴淑珍的嫂嫂 以及这个南港案当中的被告郭全庆等人来到案说明 而在之后的重头戏则是在二月十号 以及二月十一号的时候 将会传唤吴淑珍来到案说明 有关于洗钱案以及国务交费案 这也是吴淑珍在请假十七次之后 有可能会再次来到台北地方法院开庭的情况 而在之后二月十七号 则是传唤国务案的马永辰及林登逊来到案说明 而最重要的重头戏则将是在二月二十四号 二十五号以及二十六号的时候 将要传唤这个前总统陈水扁来到案说明 莱迪欣有关于洗钱案的相关事情 好的 以上是台北地方法院最新情形 先把时间还给宝内出 好的 感谢事宜来自台北地院的最新联系 我们现在看到就是烧走的时候 不如地方法院的就是蔡明哲 事实上本来这个消息是 看到这个检方是传唤了蔡明杰 不过今天看到又加传唤了蔡明哲 那么他们两兄弟今天都要倒庭